大家好,欢迎来到表述凯事件 现在是12月19号,礼拜一的晚上 今天呢,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你是新移民,在美国找第一个工作 应该如何找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挑战 之所以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私信我 跟我聊了几句 我觉得他所面临的挑战,跟所有新移民来 包括我自己,刚刚来的时候所面临的挑战和痛苦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呢,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不会提他个人的名字和地点 但是这位年轻人呢,他是来自于中国 和我当初一样,来的时候呢,身上并没有什么钱 只有靠打工来养活自己 通常呢,无论你是正常入境的 还是所谓走线的,来了美国最现实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找工作,因为不可能坐着三空 对于最近两年出来的朋友们呢 很多人身上并没有多少钱 有的朋友可能还是靠信用卡或者是借贷过日子的 来的目的呢,可能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挣到一些钱 然后还清出这些借贷 那么通常 刚到美国的人,英文恐怕基本上都一窍不通 我当时来的时候还算好 我英文还算没太大问题沟通 那么对于新来的很多人,他们的英文都不是很好 那怎么找工作呢 那么究竟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曾经提到过 如果你到了洛杉矶 因为很多人是先到南加州,洛杉矶的一带 去找一找这个职业介绍所 在中国城,其实也有一些职业介绍所 那么不是很熟悉的话呢 可以来看一看这个世界日报的分类广告 在世界日报或者是这个国际日报 这上面都有一些职业介绍所或者是招工的广告 那么有的呢,他是可能在乎你有没有公卡 有的特别是在外州的工作 他并不在乎有没有公卡 而且因为职业不一样,有的工作不一样 有的工作是很难找到人的 所以他对这个公卡的要求呢 他就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打个比方 这个有一些工作是很危险的啊 我不建议大家去啊,就是在这个种大麻的农场去打工 这个虽然挣钱很多,但是呢 跟大麻沾上关系啊,就害怕你自己把持不住啊 到时候陷进去 那么还有一些呢,是餐馆是最多的啊 餐馆的工作就比较多了啊 有的有打杂的,有当炒锅的啊 各行啊,都有 这个呢,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 因为有的呢,他是可以训训练你 因为他们做的都是快餐美国式的啊 只要你会炒,教你炒一下就差不多了啊 也有的呢,工作呢,可能是比如说是motel啊 就是这种小的旅馆 基本上这些工作啊 还有一些像什么工厂啊 过去在纽约有很多那些车衣厂啊 啊,还有一些跟工业有关的一些工厂 什么屠宰厂啊之类的啊 各种各样的工作 职业介绍所可能都会有 但是呢,应该是与餐馆为主的比较多 这些工作呢,很多在外州啊 也就是在其他州 比如说偏僻点的阿拉巴马州 北卡州,南卡州 这个这个 肯塔吉州啊 密苏里州等等啊 可能在全美各地 那么啊,你就必须要去啊 可能要离开这个加州 这些地方通常都比较偏僻啊 城市,有的说不上是城市了 可能就是小镇啊,可能有个中餐馆需要人 当地找不着啊,他就到外州去找人啊 这都是非常的普遍 还有一些工厂啊,工业性质的 他可能也是找不到劳工啊 他就是叫这方面的人 那么不少这些产业呢,都是华人当老板啊 实际上很多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新移民 可能来的比你早一点啊 早几年,人家可能创业成功啊 或者是正在创业当中啊 所以呢,他不见得一定懂得美国的规矩 或者呢,就是为了省钱吧 有一些规矩就不特别的在意 那么他们给的这些工人的钱呢 通常是给现金啊 也就是说不报税啊 不报税 然后呢,可能在市里面或镇里面住一套公寓 这套公寓里可能住好几个人 都是给他打工的 然后就是说包,吃,住 有的是包,住,不包吃 所以这个东西就要跟老板详细的了解 那么对于很多新来的这种移民呢 对吧,你语言能力不过关 你很有可能只能将就的打这份工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身上分的没有 身上只有300美金 然后呢 交了房租 基本上就没钱了 没钱就得去外面去打工去 那么当时我的一个最初的一个稍微算是正经的工作 那个时候也就不到一千块美金 那还要报税呢 那是正规的单位 还要报税 那你想想那一千块都不到 一报了税不就没几个钱了吗 对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还是对于我来讲当时还算是不少钱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天的这个上班时间 每天的这个早餐和午餐都包了 因为我是在一家养老院工作 所以起码两顿饭是少了啊 就是自己掏晚上那顿饭 所以呢 那个时候攒了不少现金 所以呢 我的建议呢 就是说对于刚刚来的新移民 你可能觉得这些份这份工作非常的累啊 就像今天早上就像今天早上找我的这位国内的来的朋友啊 这个月光尔这个粉丝朋友他就跟我讲他实在是太累了啊 每天要干七早贪黑的要干很长的时间 而且呢工资也不是很高啊 只有15美金一个小时啊 当然了他说了也包住啊 只不过呢 房住是省了啊 但是呢就是吃还是要自己去买啊 买 那这个不管怎么样 你想想 如果你是在国内干一个月和在这干一个月啊 那很有可能 你在这挣了钱 总体来讲会比较多一些啊 的确是很累啊 是很累啊 因为是手工活嘛 很多是手工的活 是耗体力的啊 就像我当初也一样啊 也是耗体力 我早上五点钟就得要到 到这养老院啊 然后一直干到 应该是每天八个小时吧 然后租午饭之后 伺候完别人对吧 然后再自己吃午饭 然后才回家 是这样的 然后下午呢 时间比较多一点 就去成人学校学英语啊 学习其他东西 很累 所以这位这位小哥们就问他说哎呀太累了太累了我怎么办了我说你干了多久啊他说没干多久 实际上好像干了很短的时间啊我说那那不行我说你得接着再干啊干了以后起码自己省省一笔现金嘛对不对存上一笔现金 因为他说他也欠了不少钱对吧那那那那那那这没有没有什么办法是不是那就是 坚持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人的这个事能力很强的 是很累累完了你没有啥事对吧回去休息 当然我也提醒他我说实际上这家公司但是华人的啊华人的公司是违反了美国劳工法的啊因为我过去 一直做合规工作啊劳工法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呢啊但是人家就能够收留你已经很不错了对吧 你也不可能去告别人是不是啊所以呢啊对于这一类的新移民呢啊只要挺过去啊挺过去 只要你干过半年对吧你干了像我当时第一个工作干了八个月八个月我后来我想还我手上还是有点现金了啊啊来的时候三百块等我干完那八个月手上还真的存了不少现金因为平时我自己也也吃饱多少是吧 哎然后经常到处到新节式的朋友家们去今天混一顿明天混一顿到处去蹭饭啊那个时候也挺好玩的因为厕所也不大对吧 在当地就交了很多的朋友所以经常去混饭吃啊蹭饭吃然后有的是周末呢还到教会去蹭饭吃啊教会还能蹭一顿饭 所以就省了不少省了不少钱 所以今天呢给这位哥们啊鼓励了一下啊他说哎呀他说表叔啊跟你聊了以后我的确心情又好多了啊 心情好多了又来精神了啊就是说所以呢啊像这种苦啊熬一阵子就好了 一切都能够熬过去的啊所以呢对于新来的那些啊刚刚走线入境的啊或者是已经抵达了洛杉矶的这些朋友或者是其他方式进来然后不想回去的朋友们 我在这里呢鼓励一下大家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我都能过去那我想你们一定能过去 其实我过去在国内的生活也是很不错的啊这个职业也很好啊但是来了美国以后一切都要从最底层开始啊 做一些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啊在国内有时候不能想象我我一个对不对我一个精力级的人物我怎么干这种事情呢 但是也干了对不对也做了对吧而且也挺过来了啊曙光就在前面啊黑暗都会过去的好谢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